哈喽,你先来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UFO 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陈凡琪,大家好 刚所听到的歌曲是短恨歌 这是我今年发行的首张同名冲轴专辑里面的首播主打 那这首歌呢,大家会觉得好听吗? 有点围带中国味的曲风 那这首歌它跟其他歌比起来稍微特别的地方是 这首歌是我在骑摩勒特的路上的时候突然想到的旋律 而这个故事呢,也是蛮近期发生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份感情一份爱情 它或许没有办法苍苍旧旧 但有时只是相爱一天,它就能堪比永远 这首歌算是这张专辑里面九首歌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 所以拿来当我的首播主打歌曲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多听听 多看看 MV其实拍的也蛮不错的 那这首歌现在已经上架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这张专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 却是经过了蛮多的曲折离期 其实就跟歌曲的起程转合一下 一样啦 就是我的这张专辑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事 其实这首歌去年就应该要发行的 整张专辑去年2023就应该要发行 就拖到2024了 但这样也不错 拖到龙年让大家有个好兆头 可以在龙年年初的时候听到 我觉得是好音乐的好音乐 所以大家就把它当作好音乐来听吧 OK,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我没有印象 其实在四五年前的时候就出过我的第一张EP 那现在终于在经过了这么久 推出我的首张同名创作专辑 那么这首歌听完之后呢 当然还是要介绍一下其他的歌曲啦 不知道大家在写歌或写故事 或是有没有人喜欢写什么 任何东西的时候 会添加什么样的东西进去 接下这首歌呢 其实它不算是我的真实经历 但我经历的事情跟这件事情 我觉得蛮累同的 那我也是眼睁睁的看着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边 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其实蛮不好受的 这首歌的内容呢 是整张专辑里面比较特别的 因为它是以植物人为出发点 在撰写这首歌 我希望这首歌大家听到的时候 可以用心感受一下歌词跟意境 因为这样子的家庭确实很难受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等待能够有意义 接下来呢 送上这首歌 等到永久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是我的首昌同名创作专辑里面的歌曲 等到永久 这首歌呢 MV也会上YouTube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MV 内容呢也是蛮有意境的 我个人对于这首歌是比较有特别的感情 因为我曾经在医院体验过照顾病人的一个阶段 那那个时候呢 就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好像抱持着希望 但是却又很难过很难受的那种感觉 但大家还是在努力着照顾自己的家人 所以这首歌在那个时候就有了雏形 哎,经过了应该有十几年吧 这首歌我终于把它完成了 并且收录到这张专辑里面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那其实呢 在这张专辑里面 九首歌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 陈番茄 番茄这个人的人生经历 九首歌呢 每一首歌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我们刚刚的第一首歌 《等恨歌》 其实是最新的一个阶段 是我收集了这么多事情 在2024年 发出的一首歌曲 让大家听听 等到一首是超过病人的阶段 每一首歌呢 分别都有它自己对应的时期 也同时可能把当时的心情 或者是当时周围的故事 感受 写成一首歌曲 那这是我自己在情绪上面的表达 然后呢 以前小时候会是一个 应该跟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吧 就那个时候算是一个电视儿童 然后很喜欢很喜欢 在电视前面看那个时候的 国片、港片 然后 不知道大家以前 或者是现在 喜欢听什么样类型的音乐 像其实我听音乐是不太受限的 我都是所有歌就这样放一放 然后放到我喜欢的歌把它记下来 但有一首歌 我觉得我对它特别印象深刻 它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首歌了 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电影在1992年上映 它是神雕侠侣 1992痴心情常见 记忆非常的清楚 那这部片子是由刘德华主演 还有关之玲 好像是关之玲 我应该没有念错 那这个 我必须要说用现在的角度来看 这片子蛮莫名其妙的 但蛮好笑的 它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笑点 我觉得这个电影让我最印象深刻 就是它 电影有两首插曲 一首是刘德华的 《记不住你的容颜》 那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 不过 我更喜欢的是另一首 应该也有人听过这首歌 也喜欢这首歌 刘德华的歌曲 谢谢你的爱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啰 您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联播网》 《UFO Star》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 陈凡琪 刚刚听到的是我的成名曲 没错 这首是我的成名曲 《不该相遇的时候》 大概在四五年前发行的首张EP 那这首歌呢 也是蛮特别的啦 因为发行的前几个月 我正在加勒夫楼下 这么的明白的讲 一个大卖场楼下 听着那个抽风机的声音 我听到它那个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 我突然有感觉 我突然有一个灵感 我在不该相遇的时候遇见你 不该相遇的时候遇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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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然后这首歌 就有了曲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思考说 那我内容要写什么 所以我就内容想了想 思考了一下 把一种感觉 把周围人发生的事情 给写到歌里面 因为我发现 其实有太多太多人 都在不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也有可能是 你自以为是对的人 然后就会 蛮符合这首 不该相遇的时候 所以歌词我是这样写 在副歌的部分 我在不该相遇的时候遇见你 喜欢你 拥抱你 亲吻你 而最后 我只能离你而去 这就是 我所写的歌曲 不该相遇的时候 很多人就问我说 你是很难过是不是 你那个时候怎么弄 那个时候其实我 我过得挺好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 这首歌呢 如果大家喜欢听呢 我个人建议 建议 非常建议 可以到各大的KTV里面 去点这首歌 这首歌是点得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KTV唱一下 秀一下 但最有趣的事情是 我跟我朋友去KTV的时候 这首歌都不是我唱 都是我朋友在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觉得那个画面 特别的有趣 好的 那不知道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任何事情 有没有什么灵感呢 那我自己呢 其实有的时候 有时候灵感来的蛮特别的 像前面的歌的灵感都是一阵一阵的 而这首歌的创作逻辑跟事情 也是大家会觉得完全没有关系啊 就听到一个抽风机的声音 就可以想出这个旋律 对啊 我也不明白 但它那个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 节奏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 所以我就蛮靠感觉的去把这首歌给写出来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 我觉得算是我整张专辑里面 比较轻快的歌曲 这首歌也是一首情歌 也是我觉得 如果朋友在问我说 愿不愿意去他的婚宴上面唱歌的时候 我可以唱的歌曲 曾经有人跟我讲说 诶 凡奇你出了EP耶 你可不可以到我的婚礼上面唱歌 我就说 你有没有听过我的歌 他说有啊 我就说 那你觉得我的歌 适合在你的婚礼上面唱吗 他就 好 你是对的 对 我是对的 因为不该相遇的时候 如果我唱下去他应该会再见 所以这首歌呢 那先让大家听一下 之后我再来说一下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为大家播放的歌曲 倾听我 一起来听吧 我个人呢 其实蛮喜欢这首歌的 这首歌的创作必须要推到 我高中时期 对 就已经 确确实实蛮久了 那个时候这首歌是有一个初行的 那个时候也是一首英文歌 那那个时候的歌的内容是我另一个朋友写的 乐团的吉他手写 那之后呢 我想要写一个中文版本 就是我的版本 所以这首歌呢 之后 由我来填词完成了大家现在所听到的 倾听我 这首歌 对 如果之后 哪一个朋友再跟我讲说 我可以在他婚宴上面唱歌 可以 我唱这首 因为这首歌很适合 大家可以带动现场的气氛 大家一起拍手 不要再跟我讲说 我可以去唱我的 比较好听的那些歌了 那些歌不错啦 但是不适合在你的婚宴上面唱好不好 那说到高中创作音乐这件事情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可能我经历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才终于把我的首张专辑创作出来 那我觉得在我音乐坚持的这个道路上面呢 最让我觉得难忘的事情 其实是我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这件事情上面 会觉得一路上会看到很多人陪着你出现跟消失 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梦想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有多少人在路途当中 他就放弃了 他们就没有再坚持梦想 不管任何原因 我们都会选择放弃或休息 其实在一路上面我也蛮觉得说 是不是我也应该放弃了 但有的时候想法一过就过了 我就觉得好像不行欸 我还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很想唱歌 很想完成我的梦想 就是跟刘德华同态 所以我 有没有 但我发现一件事情 跟前面的一首歌就有连结啦 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刘德华 他带我入坑的嘛 没有办法 对就是 我觉得 他也是我 人生当中蛮重要的一个导师 如果大家有喜欢刘德华的 听众朋友们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的华达亚 他或许不是最优秀的 但我觉得 他一直以来都是最努力的那一个 所以 我也会继续努力完成我的梦想 让大家可以听到我更多的创作 接下来这首歌 也不用多做介绍 大家可以从歌词里面去听一下他的意境 接下来分享的歌曲 赤裸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哈啰 您现在收听的是 飞碟琳波 UFO Star 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 陈凡琦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没有 就有的时候觉得 自己有的时候真的蛮无聊的 不知道大家听到刚刚那个声音 有没有觉得 怎么好像换了一个人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 是 朱末 这首歌呢 完成的时间是 大概高中毕业之后没多久 对 跟乐团的朋友一起完成的 那这首歌呢 我觉得呢 其实 我一直很希望这首歌可以上KTV 为什么希望他上KTV呢 其实 这首歌蛮适合表演的 然后加上这首歌也是 这张专辑里面 我觉得蛮特别的一首歌 它不是有中国风的曲风 同时它也是 本张专辑里面唯一一首摇滚的歌曲 我个人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又觉得 好像只是摇滚有点不太够 所以我在整个桥段里面 加了一段 撕吼的桥段 我一直很希望 我可以在KTV 撕吼起来 因为那个感觉真的蛮爽 如果这首歌有到KTV的话 大家也可以试着挑战看看 因为那段确确实是蛮嗨的 那这样总共呢 大家听到了 我的 123456 欸 我们听了六首 六首我的歌 没错就是这六首 这六首呢 都有MV 大家如果 喜欢可以去我的 YouTube频道上面搜寻我 陈凡琪 那已经有很多的MV在上面啦 大家可以看看 我觉得每一首的MV拍摄都蛮用心的 也同时大家可以从画面里去看一下 这个故事 这首歌到底想表达什么样的意境 有的时候你只听歌词啊 只听感觉 就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看到画面的时候 我觉得 这首歌确确实实很完整的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OK 这张专辑大家这样听下来 有没有跟我一样是短恨歌派的 就是 觉得 如果硬要推荐一首歌呢 会跟我一样选择短恨歌 如果是 那恭喜我们 我们站在一起 那如果不是 也不用难过 我们还是站在一起 只要你有听我的专辑 都可以 听完了这么多歌曲呢 有没有什么事情 想跟凡奇说的 也可以到我的 YouTube IG FB上面 留言跟我对话 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跟粉丝聊天的 只要大家是可以正常沟通的 我都会跟大家好好的聊天 所以大家不用紧张 不用害怕 好不好 那目前呢 对于我自己的规划 毕竟 这是我第一次发行我的专辑 所以是首张专辑 确实 很多事情都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子 那我个人呢 是希望自己可以在 接下来宣传的时间呢 好好的 推广我的音乐 那大家可以在 各个表演的场合看到我 演唱我的歌曲 那当然除了我的专辑以外呢 后面的活动都会尽量的放在我的社群网站上面 如果有各个地方的粉丝很喜欢我呢 可以到现场看看我 那我这个人呢也是蛮和善的 在非工作之余 签名或者是聊天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啦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我的歌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所有词曲呢 几乎都是我自己写的 我是一个创作型歌手 其实每一首歌的MV呢 我都有稍微参与一下 因为我希望有些内容他必须要表达 那有一些内容呢 我觉得真的拍得不错啦 那我必须要说 新的几首歌 我跟沙子很有缘 分别是短恨歌 倾听我 还有等到永久 这个可以先跟大家破梗一下 因为我的等到永久这首歌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一直让我有件事情印象深刻 结果最后那个画面 没有剪到MV里面 我就不明白 当初为什么叫我摔倒在沙滩上面 是导演想整我呢 还是 我也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然后呢我辛辛苦苦的跌倒了 你居然没有给我剪进去 你是不是太过分 我觉得很难过 真的很难过 这三首歌呢 都跟沙有关 因为都是在沙岸边拍的 大家会觉得哪一首歌的画面 好啦也不用问了 我觉得董恩哥的画面是真的是很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画面看起来真的很像在埃及拍的 但那个画面呢 我跟大家推荐一下 那个在台湾就有啰 台湾的观音那个地区 就有这样子的沙丘 当天也是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啊 我觉得那个是天空作美 那个时候正值台风的时间 而且刚好在台风来的 前一天我们还在确认明天要不要去拍MV这件事情 大家都很担心下雨 因为下雨所有的机器都爆炸 那根本没有办法工作 结果在一早大家发现今天天气还不错 我们就一起过去到现场之后 你会发现哇晴空万里 这真的是老天赏饭给你吃 他就是告诉我一定要在今天拍摄 也确实必须在那天拍摄 因为那天只有风 没有雨 风很大 大到那个沉沙是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花絮 很有意思 因为那个风大到 我进去拍完一圈之后 我脸直接黑在里面 真的很可怕 所以新的这三首MV真的让我觉得 蛮印象深刻的 所以看在我这么用心的份上 大家是不是应该要去看一下我的MV 帮我增加个底约率 看完呢 记得留言给我 我会跟大家互动 跟大家聊天 好了 到节目的最后呢 跟大家还是官方的分享一下 大家好我是陈凡琪 我的首张投名创作专辑正式发行啦 大家可以到各大数位实体平台去购买 做一个支持 那么之后呢 我的所有规划 都会放在我的社群频道上面 如果喜欢凡琪的朋友呢 可以来看看 听听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飞碟联播 UFOs的聊天室 我是今天的市长陈凡琪 最后最后 我发现我很会选最后这首歌呢 这首歌也蛮有意义的啦 这首歌也是当时我很喜欢听的一首歌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电视广告 也拿这首歌当开头 那广告好像是情歌精选80 一开始丢一个唱片丢到唱片机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听到 接下来这首歌 来自张雪尔的歌曲 《问别》 希望大家会喜欢 就爱点你UF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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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